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非常地高興 來到校園 我重溫感受到年輕的人的活力 也讓我感到年輕了 剛才有一位同學要我來簽證 我問他 你幾歲 他說是23歲 我說是93歲 差了70年 新的時代來臨 各位都是台灣未來的希望 尤其是處於新時代的考驗當中 年輕人如何自我調節 自我調節 當父親 新時代的使命 應該是 當前年輕人 所要體認的課題 為此我要以新時代的台灣人 我的 為題目來向大家提出報告 當父親自身在台灣 沒有在別的地方 就是台灣 成長在台灣 工作更在台灣 對台灣所產生的感情 是無法改變的 也因此對台灣人民 長期遭受外來政權壓迫的悲哀的命運 感到非常地憤慨 內心 今天 重視自我期待 有早一日 希望能夠為建立台灣的主題性 以及提起台灣人民的忠言做一點事情 我本來立志想當一個學者 後來有機會 參與政府工作 因為偶然的機會 甚至當那十二年的總統 對於已經決定為台灣打拼的偶爾元 長期以來 自我內心究竟在想什麼東西 思考的邏輯 維吼 又如何把這些思考化為事件的行動 測試台灣能把退 被威權政統治打開民主的新時代 這樣的一個過程 在已經 學練多年的今天 鄧輝覺得有必要清楚來說明 台灣有四百年的歷史紀錄 經過六個不同的外來政權來統治 造成台灣人在斷裂的時代 經過四百年 有六個不同的政權 大家想一想 我們的祖先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的想法 都被人家壓迫 因此 若沒有在時間空間上考察 這種斷裂的話 不要說是 知道台灣的過去與現在 就連知道未來我們要怎麼樣做 都相當困難 特別是在1940年代 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 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 當時 明軍 孟軍 統帥 馬卡瑟 將軍 命令 中國 不含 東三省 越南 北尾 十六度以北 即台灣的日軍 向孟軍代表 中國戰區司令 蔣絕史頭像 台灣因此被 中國國民黨軍事占領 當時台灣所處的 前後兩個環境 使用強調天皇天下為家的 日本的帝國 轉換成為中國國民黨天下為黨的中華民國 兩國外來政權就在台灣進行交替 統治 受到日本 統治五十年 已經進入現代化的台灣 在台灣 轉換由一個文明 還不如台灣的 新政權的統治 對台灣人 老遠 當年造成了 政治與社會力學的 作用與影響 所以發生了 228實現 其原因啊 很簡單 就是在於兩種不同 文明的衝突 沒有其他理由 就是文明不同 來發生這種問題 日本人統治的時候 學生啊 在學校講台灣話 就被發歸在運動場 在戰後 國民政府統治是也一樣 講台灣話一樣要 我遭受處處罰 如此讓我深深地體會到 台灣人的悲哀 台灣人沒有辦法 自由表達自我的意志 連講話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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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路更沒有辦法 開剩自己的命運 日本 時代 如此 藏後的國民黨 政權時代 人人沒有改變 可能有人會批評 你做過國民黨的總統 你怎麼樣批評國民黨 這裡就是很重要的問題 我不說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 把這個政權要改變 大家都會了解 在這種情形之下 台灣人 深刻的 產生 新時代台灣人的失望 我們應該想說 新台灣 時代的台灣人 什麼 這個新的問題 這就是 新時代台灣人的 朱節的 開始了 台灣話說 有主角 開始了 主角了 由此可見 台灣人之所以 能夠再度建立 身份的認同 身份認同 我常常說 我是誰啊 身份不清楚 所以這裡啊 開始的身份認同 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品啊 沒有外來政權的話 老少沒有這個事情 謊言之 也就是外來政權 刺激了台灣人 讓台灣人有機會 確立自己是一個 獨立的台灣人的 絕對意思 這是 了解自己 處於 日本人與中國人的 兩種生命的 一樣 形式 兩種世界 兩種時代的 遍言人的 這個意思 我們都是遍言人 有人說是你 念了日本的什麼 高中學校 你做到帝國大學 還是遍言人啊 你做到總統 實在想 還是遍言人啊 就是BI的BI在這裡 如果進一步 解釋這種意思 就是 認定自己 乃是過去 未來 聯手的 新的一方 我們應該 走出來 建立我們 新的一方 而且 把未來 從過去 我們的未來 從我們的過去 拯救出來的 新的思維 我們沒有這樣子來 拯救我們自己 本身的話 我們沒有入走 何念過去 建立新的未來 而這種 新思維的 是的 就是一個 獨立的台灣人 從自己內部 產生追求 自主的動力 也就是 以台灣人為中心 的個人主義 首先 必須 確定 台灣的存在 台灣沒有存在的話 你有辦法 說什麼話的 才能 建立不來 救台灣 做中 新時代台灣人 所 特有的力量 就是台灣人 要求 當家做主 要求民主改革的 集體的 民意 台灣人 大家都希望 做自己的 這個 台灣的 主人 要怎麼樣做 這是一個問題 西班牙的接受家 叫做 概念 就是集成 先祖 這些 圖像 概念 是在 人的生活 經營之中 作為 信念 體系 發揮 作用的 如果按照 歐特加的 這句話 我們這個 說法的話 中國 已經有 四千年的 歷史 五千年的歷史 應該是一個 文明進步的國家 但是事實 並不是這樣 中國歷史 從皇帝之後的 下 三 州 於是 明清 都是 一麥鄉城 下來的 帝國 體制 這個體系 被認為 中國的 法統 這個法統之外 就是 化外之民 以滴自邦 老早 台灣就是化外之 化外之民 當時 在 馬關 條約的時候 李鴻章 就告訴 這個是 日本的 以滴 台灣是 化外之民 三年 小亂 五年 大亂 你要不要 就是台灣的 促進 化外之民 所以 中國的特色 就是什麼 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 這個概念 五千年到現在 都講一樣 現在的 共產黨 中華人民 共和國 一樣 國民黨的 一批的人 也是這樣說的 一個中國 五千年歷史的中國 是一個中國 是歷史 現在的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是中國五千年的歷史 這個延伸 沒有變化 沒有變 名字有變 中國 只是 進步 退步的 不斷的 重複的 政體 進步 退步 進步 退步 我年輕的時候 差不多 比你們年輕 多一點 研究 五千年的中國 歷史 究竟 過民所得 平均有多少五千年 算了結果 沒有一百塊 美金 你就可以知道了 有高拉 有低拉 高拉低拉 平均起來一百塊 有可見 這裡就是 已經 非常地落後 所以 歐洲人 特別是 Maxway 社會家 社會家 大家很清楚 他以 中國為例子來說 所提出的 亞洲式的發展停滯 叫做 Long-run Stagnation of Asia 這很重要的一句話 Long-run Stagnation of China Asia 這個說法 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共產革命 帶給中國的 不是讓中國 擺脫 亞洲式的發展停滯 也不是擺脫中國 而是一種 中國傳統 霸權的 霸權主義的呼和 以及 擴大 妄想的 皇帝一統的 重新出現了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 都是 封鎖在 一定的空間和時間的 之中 是一個朝代 一個朝代的連接體 這不夠是 上一代 歷史的延長奧義 歷代 皇帝 大家都 滿意 前衛的 鞏固 自己的位置的鞏固 國土的擴大 以及 財富的 剝蟹外 很少為政治的改革 而努力 這就是 所謂的 亞洲的價值 歷史上說得出來的政治改革 只有 這個 藏國時代 秦國的 張揚 變化 大家大概有看張揚 就知道了 對不對 這麼偉大的人 也沒有辦法 最後還是 被人家殺掉了對不對 宋朝時代的 王安石變化 清朝末期的 摩西 無西 變化 和這個 立憲運動 可惜啊 都失敗了 五千年三變三次 但是失敗 就整個 帝王統治的 過程來看 無口自義的 美國朝代 都在往 透過改字 透啦 這個用台灣話 不然的話 一樣啊 透漢的透啊 聽一個音啊 所以我要說台灣話的 透過 親透的透 透過改革啊 這個巴西啊 透過改革 透過改革 這樣的透過改革啊 倒不如說是 透過不改革啊 實在 沒有辦法 想要改變 中國 五千年啊 不改變 非常以為安定 國家沒有發展 老百姓 是在 今天啊 由大陸來的很多的學生 都要了解 是在中國的老百姓 了解啊 很可憐嘛 對不對 連話都沒有 剛才我說的 沒有聲音的 沒有聲音的時代嘛 看到台灣現在的情形 大家應該是 台灣還是很好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中國法統的 透過改革 顯然啊 已經啊 不為 近代 民主化潮流所接受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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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